那么这些封建官员就总结以往的统治经验 他们提出来 那么对于进出鸦片泛滥 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必须要采取原流病治的办法 采取原流病治的办法 那么在恶流的过程当中 也应该采取或者说辅助一些其他的方法 就是在恶流的过程当中应该采取其他的辅助的办法 他们讲到这么一个问题 他说在实际的社会生活当中 奸道斗狠 强奸啊 抢劫啊 是吧 斗殴啊 是吧 他这些犯罪行为 他都会危害到这个地方 那么而且也允许老百姓向官府控告 他说但是呢 实际上啊 仍然是犯者累累 曾不知诚 还有很多犯罪 那么他说 众志吸食者 是吧 与其不不禁决鸦片 要杀头 说这种愿望固然是很好的 他说但是呢 正如亲政府的那种消守 杀头 绞刑啊 这种重刑 并不能够彻底的啊 来禁决 社会上的抢劫 杀人 强奸 盗窃 啊 正像啊 这个 斩头 杀头 是吧 绞刑 不能够禁决这些 抢杀 尖道一样 如果认为 仅仅依靠 以此来重逞 吸食者 是吧 那么就可以解除 啊 或者说消除 雅面泛滥这个毒瘤的话 那么天下不是太平了吗 那么天下啊 就无犯死罪者乎 啊 那种梅也在犯死罪的 那么因此 是吧 我们应该看到 对于老百姓啊 是民可化岛 难以行习 啊 民行 所以必教也 啊 什么意思 就是说一般的老百姓 平民百姓 对他们只能够进行教育 教化 引导 很难完全用刑罚来惩罚他们 是吧 来使他们整齐化一 那 约束他们 那么 施以惩罚 那么正是为了啊 更好地使这些人接受教化 说惩罚不是目的 要对他们进行教育 那么恶流的啊 这个主要对象 是在海口 接运 鸦片的人 还有一些呢 在穷恶各地啊 辗转贩卖的人 那么也包括吸食鸦片的人 那么在海口接运鸦片的人 人数虽然比较少 但是他的危害最大 那么在海口接运鸦片的人呢 应该说是流中之源 流当中的源 那么向各个地方贩卖鸦片的人 次之 那么吸食鸦片的人又次之 因此他们讲 说现在的吸食鸦片的人呢 是避之流也 鸦片犯来这个避 避端之流也 而兴犯者 避之源也 说若无兴犯何由吸食 没有人贩卖鸦片 人们怎么会吸食鸦片呢 说一二起 兴犯之数 技术十百家吸食之数 就是什么呢 有一两个人去贩卖鸦片 就会有几十个人 几百个人去吸食鸦片 那么因此他认为 就恶流这个主次轻重而言 那么清政府应该把查禁的重点 放在继察海口的走私与范围方面 那么当时清政府的一些总督啊 巡抚啊 那么对黄杰斯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 认为黄杰斯提出来的这种重城 算不在全国各地的 这个吸食者 那么特别是呢 要惩处 在那些边疆僻壤的地方吸食鸦片的人 说这个主张啊 有问题 什么问题呢 比如他这种主张呢 是不至其少而至其多 不求其异而求其难 是舍本而涂没 那么对于这些人的啊 对于黄杰斯的批评 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啊 是出于某些啊 过错的心理啊 并不完全都是对黄杰斯的啊 一种啊 恶意的攻击 那么以前啊 人们在这个人们这个往往呢 以这个是否赞成黄杰斯啊 这个严禁主张来话 发现 凡是赞成黄杰斯的人 都被称以为是严禁派 派国者 那么凡是反对 或者不赞成黄杰斯意见的人 都被称为实禁派 卖国者 那么近年 一些学者已经指出这种观点呢 有不大之处 那么其实呢 就这个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的 绝大多数官员而言 他们在禁烟这个问题上 态度是一致而明确的 那么被人们列为迟禁派的代表的啊 这个齐善等人 他的主张和黄杰斯固然有所不同 但是齐善和黄杰斯之间的这个区别 不是人们所讲的禁不禁烟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 是什么呢 是怎么样禁烟 才能够更有效的一个方法之争 那么正经如此啊 就是清庭内部的很多官员在禁烟问题上啊 他们取得了共识 对黄杰斯 重置吸食者的主张啊 提出了一些补充意见 那么因此黄杰斯提出来的啊 这个重置吸食者的这种主张 不但没有被清庭府的大多数官员所认可 就连被人们称作严禁派的啊 这个首领林德菊 那么后来呢 也修正了黄杰斯的这种意见 就把这个禁烟的重点呢 放在了断局雅进来源方面 那么从以上我们所讲的 我们可以看出 黄杰斯对于鸭权氾滥 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危害 他的认识是很清醒的 和比较清醒的 那么他的利润的突发点和最终目 都比黄啊 都比这个徐乃记啊 要更高远更宏大 那么但是有一点 使我们感到困惑 什么困惑呢 就是黄杰斯 为什么能够在一个 比较清醒的认识基础之上 提出了 清源重流 因果道治 治内不治外 那么提出这么一种片面的主张 为什么呢 那么其实我们如果认真的考察一下 就会发现 在禁烟这个问题上 在当时或者以后的一段时间之内 着眼于国内 就是提倡治内不治外的人 并不仅仅是黄杰斯一个人 你比方讲 冰河几世中 许球在1836年 给道光黄金子奏哲当中 就提出过类似的主张 林德徐在1838年6月 给道光黄金子奏哲当中 也提出过一些类似的主张 就他们呢 也主张的是进内不进外 那么说到这里 人们可能又会问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使得一部分清朝统治者 要采取这种看来 是吧 有些淤妞的 这种治内不治外 是吧 重流而清源的 这么一种触悟的方针 那他们怎么想了呢 他们的大脑是不是有了问题呢 那么这是人们呢 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 那么这些人坚持 境内不境外的这种方针 他的历史的和思想的根源 就是为什么他会坚持 这么一种方针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 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的题目是 黄金子等人 主张治内不治外的 历史思想根源 那么讲到黄金子等人 主张治内不治外 他的思想根源 那么我认为啊 首先是他们深受 中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 传统的一下观的影响 传统的一下观的影响 那么儒家经典 有一部呢 叫做春秋公羊传 春秋公羊传当中 有这么一段话 叫做什么呢 叫做春秋内齐国而外诸夏 内诸夏而外移极也 那么在中国的啊 这个长久的这种封建社会当中 中国的历代封建帝王 以及官僚世代 那么一直都认为啊 中国是礼仪之邦 是天朝大国 那么中国周边的 其他的少数民族 或者其他国家 都是一些 没有经过孔孟这个圣道 来教化的 是吧 不知道礼仪廉耻为何物的 一些话外之谊 意思是说 他们是没有经过教化的人 野蛮人种 那么中国历史 是吧 我们经常讲出中国历史 有这个二十四史 那么二十四史之一 有一部书呢 叫做汉书 就是讲汉代的历史 那么在汉书匈奴传当中 他们就曾经这样讲 说中原的这个封建统治者 对于像匈奴这样一些蛮夷 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 是采取外而不内 疏而不弃 正教不及其人 正硕不加其国 来则逞而欲之 去则备而守之 因为他就这么一种方针 那么他讲了这么多话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中原的统治者 对于外移 不要过多的干预 对他们可以呢 放置认识 如果他们来侵犯我们 是吧 我们就要守谕 他们去逃跑了 我们进行守备来防守 那么如果这些蛮夷之人 是目以尊亲 那么像话 是吧 前来朝贡的话 那么中原的统治者 则可以对他们代之以礼 他们说这样做 乃是圣王治愈 蛮一只长道也 这是圣王来质疑的 一个根本的一个办法 那么宋朝有一个大学问家 叫做苏世 那么这个大家都熟悉 苏世写过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的题目叫做什么呢 叫做王者不治疑地论 王者不治疑地论 那么苏世就讲 他说对于这个遗迪 不可以中国之治治 他说对于这个遗迪 不能够用中国的 就是中原地方这个办法 这个法律 来对他进行治理 那么对于这个遗迪 所犯的罪过 犯的罪了 也不必加以深究 应该怎么样呢 应该以不治治之 不治治之 那么就有点这个 无畏而至的意思 那么中国历史上呢 就有这么一种传统的 王者不治疑地 这么一种臣服的 这么一种说法 一种教条 那么这种教条 可以说呢 是影响既深且广 影响非常深远 那么清王朝 清朝统治者 由于长期的闭关自首 不了解整个世界发展的形势 那么当外国侵入到中国来的时候 他们仍然是顺眼惺忪 还没有清醒过来 仍然把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 看成是什么呢 看成是像原来中国历史上的 是吧 周边的那些少数民族一样 还把他们看作是遗敌 那么他们对待西方侵略者 这个办法 这个态度 仍然是在遵循着 圣王质疑之道 就是原来这个圣王 怎么样对付外移 是吧 他们也要用这种办法 来对待外国的亚民间犯罪 对待外国的这种侵略者 那么前面我们所讲到的 宾科几十中许求 他在奏折当中就讲到 讲什么呢 讲了两点问题 一个 就是要求清政府 是吧 要降内而略外 先至己而后至人 要降内而略外 先至己而后至人 他说这个做法 乃是自古质疑之法 从古代 就是他也这么一种办法 那么这他讲的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就是许求非常正习式的 要求清政府 给英国国王写信 写信要讲什么呢 他说要讲清楚 雅甸在中国的内地 到处这个 这个 蔓延 是吧 毒害中国人民 殇害民生 那么大清天朝 已经将内地的奸民 将内地的奸民 从众逞出 但是呢 所有来华的外国疑人 外国人 那么大清皇帝 未忍家诛 大清皇帝没有沙汤 对他们 他有什么办法呢 就是前面做假的 不以中国之志 置之 那么接着他要讲 他说如果这个外国人 记忆贩卖雅天 那么天朝呢 必然 要将这个国家 这个疑人呢 要正法 那么他还是在讲 这种 治内不治外 那么他受到传统 这个王者不具疑疑 这个思想的影响 那么这是这个 1836年的时候 这个许秋的艺术 那么在1878年 出版了一本小书 叫做道光阳首征服记 那么这个书呢 到中国近代时的人 是经常用的 那么这个道光阳首征服记 仍然在大讲什么呢 讲什么呢 说春秋之意 治内祥 安外略 对于化外之人 如果 必以化内之法 省之 其求之也过祥矣 他还是讲什么呢 说中国 应该把自己的内部治理好 对于外部的一些问题 外部侵略者 可以呢 这个不用 给予过多的关注 他们讲吧 这个安外略 简略 那么中国的 历代封建统治者 那么在思想上 把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 或者一些国家 是吧 看成是不可理喻的 一些话外之一 那么但是呢 中国历史上 是吧 这个少数民族 多次侵扰中原 是吧 东北啊 西北啊 一些少数的 有武民族 不断的严重的 侵扰中原 那么这样呢 使得中原的 这些汉族统治者 那么甚至感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自己的力量 用自己的力量 来捍卫边疆 这个力量很薄弱 那么因此中原的 这些汉族统治者 就不能够不对 这个外移啊 采取一个机密的 一个政策 就是笼络啊 和亲啊 采取一些机密的政策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观看